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王全力 要介紹的角色就是洛基 洛基是北歐神話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亦是令到諸神黃昏出現的主要人物之一 首先洛基本身的出身都是一個 父母只有一個巨人族 洛基也是一個巨人族 洛基本身的家世都不差 由於洛基和奧丁在很早期的時候 有一段交情 所以其實奧丁和洛基是有結拜的 他們兩個是異兄弟 有見及此 所以在這個阿薩神族很多人都給面奧丁 所以都給面洛基 洛基其實在阿薩神族的身份都很高 但是洛基本身的性格比較古古怪怪 他很喜歡惡作劇 先講一講 其實我最先接觸洛基好像是這個 我不記得是真類神轉 還是筆勾 應該是筆勾 筆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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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奸狡,說話很甜舌滑,很喜歡哄人之類 首先要說一下洛基的戰鬥能力不高 阿薩神族有很多勁人,即是雷神,戰神等等 但洛基本身是沒有一件神器 在阿薩神族洛基是沒有一件戰鬥的神器 他只有比較勁的就是他那雙鞋可以走得很快,即是日行千里 完全是為了逃走之用的神鞋 可以看出洛基基本上就不是一個戰鬥類型 跟阿薩神族其他勇善戰、威武、雷神、托爾等比 洛基基本上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因為整個阿薩神族都很好戰 先說洛基比較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他對這個女神托爾的妻子 就是這個西芙女神 惡作劇 托爾的老婆西芙女神就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神 特別引以為傲,就是他有一頭很長的金髮 金剛閃閃的,非常之漂亮 西芙女神對自己這一身的金髮本身都很自豪 西芙女神經常會在花園整理 即是梳自己的頭 即是曬 還有展示自己的頭漂亮 結果洛基有一次看到 他產生了一個想惡作劇的念頭 有一天洛基趁西芙在花園小碎的時候 他就拿一把剪刀把西芙的金髮剪掉 剪到一乾二隻 應該剪到差不多乾頭 非常之殘忍 西芙醒了之後看到自己 成頭搞到這樣 就很傷心 在那裡哭哭 很淒慘 老公雷神托爾回來見到自己的老婆 一問知道什麼事之後就很生氣 立刻去找這個洛基算帳 洛基就找不到 被雷神就撐住 雷神就想殺了他 甚至想搞定他 洛基就 立刻發揮他這個 嘴砲的功力 不停地向這個托爾求情 說我會補償自己的錯誤 我會去拜託這個矮人豬魚 幫你的西芙打 做回一頭超美的金髮 比真的更美 托爾雖然就很想殺了洛基 但是考慮到他有機會 即是考慮到自己的老婆的美麗 他沒辦法 就先放了洛基 以及警告洛基 如果你不可以 拿了這些金髮回來的話 一定殺了你 洛基於是就起行去到這個 豬魚那個地方 在北歐神話裡面 豬魚族 就在地底生活的 他們就見光死那種種族 類似黑 黑妖精 總之 豬魚在很多RPG的特點 都是他們是一個工匠 雖然他們很矮 但他們打造這個 武器 以及 斷造 斷子 非常厲害 包神話裡面也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洛基就拜託 他們 想做一頭 人造的 假金髮 以及這頭金髮 帶了上去之後 好像真髮一樣 可以再生 豬魚 其實豬魚知道洛基的身份 他都 尊尊勁勁勁勁地供應他 以及他都答應了他的要求 那麼 很快地這個豬魚族的國王就 打造了一頭金髮 交給洛基 對 洛基就 然後 Ganze 握 백 向布洛克 説 聽說你的哥哥 薩德里 他 queria fazer 比 這個 這個布洛克 對自己的哥哥 充滿信心 菩德里 於是 就 astronome bringen 最後 如果 回答 結果好 他們倆就能打到 當時矮人送了三件寶物給洛基 我只記得其中一件是金法 然後另外兩件我不太記得是甚麼 另外兩件 一件是神船 即是怪物彈珠背景的船 另外一件是奧丁的神槍 奧丁的神槍 於是洛基就說 你可不可以做到一件寶物比我這三件寶物更強 於是這個傳矮人最強的新德里 就說沒問題 於是他就 將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放進斷置爐 其中包括野豬 頭髮 總之還有一個山獸的鐵 總之有一些垃圾 他就吩咐自己的弟弟 暴諾克 就說你拉了風箱 那風箱就是 斷造不是有一個人在扯下扯下 拉下拉下 那就是類似我們玩BBQ 即是我們吃BBQ的時候 起爐或上下的工作 那些叫拉風箱 拉下拉下 他哥哥就跟弟弟暴諾克說 無論發生任何事你都一定不可以停手 一定要不停拉這個風箱 暴諾克就答應了 那麼最先 最先 兩樣東西的時候 那 那 諾基就 諾基都怕 有少少怕 萬一真的做到的時候 就批了頭給他 於是諾基就變成一隻烏鷹 不停地 就 飛去騷擾這個暴諾克 包括這個 飛進肚子裡 咬他的內臟 但是暴諾克雖然很痛 但他都沒有忘記哥哥的吩咐 他就不停拉這個風箱 沒有停手 那 去到第三次的時候 那 那 諾基見不行 這樣不是辦法 於是他右邊一隻烏鷹 就飛去這個暴諾克的眉心 即是兩隻眼之間 不停地咬他 你很難想像到 烏鷹咬人是怎樣的 咬到這個暴諾克的眼裡 那些肉都爛了 那些血開始流 就流到遮住那隻眼 暴諾克沒辦法 之後就 用其中一隻手抹一抹眼 但正正因為這個動作 就令到這個拉風箱的動作停了 結果就 有些瑕疵 有些瑕疵 那其實他做這個 這個 這個聖德里做的神器 正正就是雷神托爾 那個雷神之鎚 但正因為 諾基這樣弄一弄 就令到這件 其實雷神托爾 這個鎚 雷神之鎚 有少許瑕疵 就是他的手柄位 是比較短的 你會發覺那個 雷神之鎚的手柄是很短的 其實就是因為 諾基這個人在弄 弄一弄 才弄到這樣 但結果雷神之鎚 也是做了出來 結果諾基帶著這四件寶物 就是他自己三件 加上這一件 就去找這個奧丁 和其他眾神去評分 就說 這件雷神之鎚到底後目 能否比這三件寶物 結果奧丁和其他眾神 商議過之後 都一致認為雷神之鎚是最有用的 因為阿薩神族當時 和這個巨人逐日以繼夜戰鬥 有這個雷神之鎚之後 令到托爾可以有一件神兵去對付這些巨人 在眼前這個環境 他們覺得雷神之鎚最重要 結果諾基炒了 諾基輸了 他就沒辦法 他想走 但這個時候 托爾就公佈私仇 他就抓諾基回來 就說 交給你們矮人處理 最後斬頭的時候 諾基又出口 他說 當初我打到的時候 就說 他批個頭給他 就 一定要練 整個頭這樣切 你不可以碰 不可以有頸的部分 他就批個頭給你 頭就不包頸 如果你切到我的頸 你是不守諾言 不行的 他就批個頭 因為很難 赤正常來說 矮人是 矮人的一個 很難斬一個人的頭 你是不斬到頸 的皮肉 諾基擺明說 出口所生氣 結果 就憑著這個三寸不爛之蝕 就 沒事的 但是 布洛克 他的眼睛 都很生氣 於是他就用一些線 把洛克的口 縫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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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都沒有斬 因為他沒有辦法 只能斬到頭 又不可以斬到頸 那些皮肉 對不對 沒辦法之後 就放走了洛克 那洛克 在 各個走完的時候 他就 拿自己的口 就咬爛了一些線 沒事的 起身 對 他撿回一條命 他都很可愛 這樣就走了 對 這裡就先說 洛基 要分兩段 後半段 將會說到洛基 怎樣引起 這個 諸神黃昏 和直接令到 眾神的滅亡 他也是一個 原兇之一 另外說到一件寶物 其他寶物 首先他就把這個 假髮給了西斧 西斧 帶了之後 比以前更漂亮 非常之開心 另一件就是奧丁的神槍 神槍 神槍相傳就是用 這個世界樹的樹枝造成 所以神槍是一定的法力 還有 神槍一扔的話 就一定會追到他的目標 我之前都說過 這個和 富湖林的神槍有少少相同 一定一定會命中目標 第三件神器就是這個 神船 他就給了這個 妇雷 妇雷神 這個神船的特點 可以伸縮自如 即是你可以像 金剛棒一樣 可以縮到很細 可以方便攜帶 然後一放出來 就會像一個大船 這個作用就是 你可以把很多軍隊 在這艘船裡 然後 打仗的時候 立即放出來 就可以有千軍萬馬 即是一個 收藏軍隊的一個 好的 載具 差不多 這次樂機來到這裡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